三重区崇德里以及瑞德里首次合伴母亲节的活动 主办单位除了安排了精彩的表演 以及免费放送的棉花糖还有鸡排 像是立委余天他也特别来到了现场 现唱了多首歌曲送给现场的妈妈们 活动还没开始 棉花糖的摊位已经大排长容 三重区崇德里和瑞德里 今年首度合伴母亲节庆祝活动 看到民众热情参与 让主办单位相当的开心 今天我们有棉花糖不用钱 还有等一下也有炸鸡块 然后我们有萨克什风演奏 还有排骨 就跟母亲代替我们一起来同乐 这样让小孩子能感受到 说母亲节的伟大这样 应该有这个需要 将我们的活动再扩大一点 因为两里联合办的话 这样这个活动比较有意义 因为各别办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 那个农民公园都是同在一起 就是像兄弟一样 不要计较但是同心协力 将这个母亲节的活动 将它办得圆满完成这样 立委余天也特别来到现场 原本只是来跟大家寒暄致意 后来禁不住现场观众们的邀请 现唱了几首民众点播的歌曲 让现场宛如小小的演唱会 路边一棵荣树下是我画 和您的地方 亲爱的天空凉霜的风 和有罪人的旅朝香 做老婆的最爱就是 我们做的洗髓 大家会听话 这个我们会听话一定很关注 不用再买什么礼物 做洗髓 每个人都会听妈妈的话 这样就一定不关注 对不对 对 这场母亲节即亲子活动 就是希望妈妈们 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过节 让两个礼都能借由 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日 享受宛如庆典的热闹气氛 记者坊间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